本来已经连续两年 总结全部理财和交易建议名进率 超九成半钟 外汇基金跌90% 与它刚刚相反 重复是连续两年 2019年将会是环球金融市场最凶险的一年 有危就有机 正正是本来的长处 机毕可失 不看是你的损失 你们需要我3月9日见 练续讲了几天黄金和美元 今天讲油价 因为半个小时前 纽西兰时间上午9点多 我今天迟些上班也给了这一辑 因为价钱非常敏感 越早看到 越可以早点决定做还是不做 特朗普刚刚在推特上看到油价这么高 调气不差顺 便说油价太高了 应该要跌 麻烦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做些事 油价由波兰德级由67.72元 最近的高点跌至64.2元 Cruid oil原油 由最近的高点57.81元 跌至55.48元 现在我看到的 分分钟还会低一点 因为亚洲市场未曾反映得到 现在只是美国收市市场 你走我又走 但今天我怎样说呢 油价证明给你们看 现在特朗普一个twitter 是一种人为的金融产品 石油出产的组织 OPEC可以增产 又可以减产去调整油价 你催它不涨 完全是人为的 比人民币更加人为 比美元更加人为 现在全世界市场已经没有民主了 民主国屁 全部都是人为的 我今天跟你们说 无论是特朗普这条混产 又或者是石油出产国 他们都是直接干预油价的 再加上政治干扰 现在美国条陷家产霸权 公然以民主之名 去抢夺别国的油田 控制油价 好像刚刚出的twitter 而且还明目张胆侵略石油出产国 好像伊朗和委内瑞拉 这两个第二和第三大石油出产国的主权和内政 从而间接或者直接抢夺别国的石油 真是震含家产 为什么呢 如果你可以这样 即是说 我又可以叫林郑月娥下台 我捧王之锋上场 你们全部出去抗议 我占了整个香港 然后找了我的盟友 我全部主张王之锋做特首 把他放下台 把林郑月娥下台 行不行 如果你这样做得到 不如把习近平放下台 真是震含家产 所以分析和评论这个石油 是一点也不容易的 任你以任何理据和基本分析和技术性分析 都可以一日之间反转 今天我法、凡、为、简 只以一个分析法去分析 是供求 听着我说 我的估计是今年到北半球的夏季 因为当年不是这里 石油会变为求过于公 一说出来 一定会在此 很多人微微嘴笑 何老保你今次还不死? 你错硬了 全世界都口口说中美贸易协议 谈到尾都谈不拢 全球经济连IMF 国际货币基金 都调低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 所有国家都会放缓 石油怎会求过于公? 你认识吗? 你认识吗? 我真的不太认识 不过我认识 你吹吗? 我告诉你们 本能超狗成众 完全是因为两件事 一 因为我看到其他分析的木嘴 九流分析专家看不到的东西 第二 不会人说什么 我又说什么 我有自己的主见 主见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主见如果落入那些九流分析员 或者容财的手上 会变为硬颈 变为偏见 变为傲疚之见 但落入本难的天才 横日手上的主见 是主胜之见 是赢钱之见 我只说一次 不再回港了 OPEC现在每天减产80万桶 但这只不过是去年10月的减产水平 其实他现在的quota 是一天要减120万桶 即是说现在的80万桶 还有40万桶可以再减 且是人人都分析说 美国有很多油 还有人说美国的油 还多过沙地阿拉伯 如果美国的油一出 浸死所有全球都可以了 这就叫做fake fucking news FFN 是特朗普的陷阱放出来的流料 想油价跌 从而帮助他2020年的大选 即是为了他自己 你猜是为了哪个? 你猜是为了美国第一 他是为了特朗普第一 我们绝对不会人云亦云 我们有判断力 你说话斩一只眼 我都知道你在说大话 我告诉你 又是只说一次 好像那个 那个骂梁振英 你说大话 现在我告诉你 特朗普就是说大话 还不斩眼那种 不是我们这些心理研究专家 根本看不到 美国最后一个公布 他的石油出产 是去年去年11月的每日 1190万桶 记住 11900 以当时说 每日是多出35万桶 即是公过预求 但去年11月到现在 足足三个月 情况是怎样? 没有人知道 我不会相信那些坊间的fake news 我会求证于一些 别人去不了的途径 我直接去询问 Texas Railroad Commission 德州铁路运输局 这个途径 就算是假的 也有一个谱 因为是一个真实过真实的 由德州铁路运输局 根据这个数字 美国近这几个月 台上火车的石油数量 由每日281万桶 减到276万桶一日 虽然减少的数目不是很多 281万桶减到276万桶 这是今年2019年的数目 而我再看看以上的图 只是说的是没有差用 要表现一幅图 是这个轻原油light crude oil的价格图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上有下 有上有下 很明显 不需要看前面这么多 在最后一段 今年1月份 由去年12月的低价 42.5% 一直升至今时今日的57.5% 直到今早上 Donald Trump的戏不差 出来twitter 又跌下来 升足35% 这个价格正正反映 以上德州铁路运输局所述 好 好 我今日 既然了解了食油价 若不介绍一些东西给你们 即是勾说 虽然我习惯了勾说 这些所谓YouTube的视频 有谁不勾说 你们就说 好 但我的勾说 和坊间那些木嘴九流分析员 只是叫你们买 又不给足料分析给你们 不给理据你们 以为自己是大师是神 实际上是勾说 我今天介绍两只ETF 为何我这次突然介绍ETF 平时我只是告诉 油价这么多 你会用sport现价去做 最方便的了 我介绍黄金 也不介绍ETF 我介绍给你现货价 伦敦金 我最喜欢伦敦金 你们最争我最喜欢 这是正正当当的金融产品 我再说一次不再说了 我今天竟然介绍ETF 因为可以看长一点 一只叫做Alarian MLP ETF 在去年曾经跌至没有朋友 低到大约8个月 这类股市场 通常在低位时 股息会跟着相应上升 我慢慢和你们解释 现在价格上升到大约10元 今天我看这些油价突然跌了几元 肯定股价也会低些 正正是入股的时候 所以我今天这一辑 原本是星期四的 但今天星期二已经出给你们 还一早给你们 当时现时的股息是8厘半 即是有手 我最近无论介绍Carrie Trade 或这类股 也有手 比较长线跌 因为现在市场太空险 变化万千 中美贸易协议 英国脱欧 所有这些都圆而未决 根本是不可以有一个 肯定的方向给你们 但现在油价的方向 我可以看到今年夏季起码 是北半球的 所以我今天介绍这两只 是ETF油股 ETF 另一只叫Vantec Vector Oil Services ETF NYSE的简写是OIH 这只属于Oil Services 即不是出油 不是出油出来 我续统和你们计数 而是Oil Services 老实说 如果那些油出来之后 大家看到一出 N多年前我都未出生的 他称为巨人 是James Dean做的 死鬼James Dean做的 那些油在吉州 飞上来 那时候那些油 飞上来之后 要Service 要有很多东西 要Refine 又要入桶 有很多东西 又要搁左搁右 搁左搁右 那些是什么油 才能卖出去 对不对 Anyway 这一只是属于Oil Service 即是你没有Oil Service 你就没有Oil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出了来就怎样 那些油股下跌 去年油股下跌的时候 低见14.34 我不再说了 现在大约是17.89 我这一辑未出之前 但这价格亦是 特朗普未出了Twitter之前 出了Twitter 油股下跌了 现在的价格会变成如何呢 不好意思 今晚美国开市才知道 那时候先看看 什么低价可以入股 以上两只股都比去年年底的低位 升超过20% 今晚会跌多少呢 我真是不知道 神才知道 我不是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一流分析员 对不起 当然比那些九流 不要说二流三流 只要油价能够站稳 拉上缓步上升 大家先收住股息 如果今天油价跌 而这两只ETF又跌 对了 股息更高 我告诉你们 先收住股息 守住等今年北半球下跪 就是油价升上全年平均价60%至80% 为什么我说平均价60%至80% 因为这就是沙利阿拉伯一早的既定全年平均油价 去年他已经说 我希望油价在60%至80%之间 全年平均价 不是说今天只有50% 但全年平均价到60% 现在是全年平均价的下跌 你说是否值得买 你跟我说 现在对油价有利的因素 有以下几点 现价价还是低 比沙利阿拉伯的既定全年平均价低 美国联储局突然间暂停加息 使到以上我刚才介绍给你们两只ETF股息 大大有利 我刚刚这个月才介绍给你们的Carrie Trade 是沙利阿拉伯买俄罗布 亦是以收息为主 希望赚了价 就是财息兼收 现在这两只股也是财息兼收 你们要财息兼收 不是只有口说的 是要真真正正 好像我上一年介绍给你们 买人民币一样财息兼收 今年你们真是非常幸运 二月份也未过 我已经给了两只财息兼收的女儿 现在只有本能是说石油求过于供 全世界找一个给我看看 有没有求过于供 还反过来说是供过于供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都说中美贸易协议 全部都未定 全球的经济向下 连IMF国际货币基金都说 将全球的经济增长调低 有什么发指全球会觉得 石油会求过于供 当然是供过于供 理由就是这样解释 但真正会发生的事 就绝对不是 原来本能未博先知 和动足先机 到时他们才访言大悟 原来何宝说得对 当时他们才入货 我都出货了 我告诉你 还有一点 现在大家都看到 特朗普对伊朗和委内瑞拉 那些油田 那些口水流到整地 整床都是 一定要进去为主 如果真正忍不住 不理全世界的反对 不理联合国的反对 不理个人说 美国这样进去是不对 是没有道德 他还要抹黑了所有 委内瑞拉 这个Maduro 通常美国做事就是这样 先抹黑你 好像现在抹黑华为 现在很多人 稍微有脑筋的都知道 他是胡说的 其实可以 使用手机 所有科技 使用手机 现在竟然被中国进去做 好了 到他决定打入伊朗和委内瑞拉 你们准备拿着大油桶去装 装石油 当然不是 装银纸 OK